網球姊妹花詹詠然跟詹浩琴 今天打進八強賽 遇上是由前瑞士球後 辛吉斯所領軍的隊伍 但是最後不幸是以0比2落敗 當然賽後兩人姊妹花 是心情相當的低落 尤其談到這次網球在賽前 謝淑薇的事件 更是難過的流下眼淚 我們看一下稍早這段訪談 我覺得大家的求生慾望更高了 因為畢竟職業賽是以個人為主 那你可以有很多個人的情緒 然後個人的因素 但是如果你是已經在奧運的殿堂來說的話 你背負的是你整個國家的責任 那不管怎麼樣的問題 其實自己的想法跟情緒 好像其實並沒有這麼的重要 因為最主要是銀球才能給國家 帶來最大的榮耀嘛 那我們也真的覺得很可惜 就是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去掌握到 就是銀球的這個節奏 我們能夠來到黎岳奧運 這一個殿堂對我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我自己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我真的我不知道 當時我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然後可以再為國家披上這個戰袍 對我來講已經是很大的鼓舞了 那我覺得很可惜沒有辦法 就是為國家奪牌 但是我也已經盡力了 然後也很謝謝大家給我的鼓勵 然後還有關係 我們聽到詹勇然是表示說 這一次參加奧運 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自己 已經盡力了 的那一局 我們一起去做 我們一起去做 的我們一起去做